大家好我是蘋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10个iOS15.4的小技巧 在上一部影片里面 我们其实已经有介绍过几个非常重要的更新了 不过我们还漏掉几个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小技巧你还不知道吧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App Store的新功能 有些人可能习惯在手机上面的App 都是用手动更新的 因为害怕有一些App可能占据太多空间等等的 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新功能 就是当你的App能够更新的时候 它会跳出通知来提醒你 那在哪里设定这个功能呢 首先我们打开手机上面的App Store 接着在主画面的右上角 我们点击我们的头像 然后大家看到画面中间有一个通知 我们点击这个通知 接着这个第一个选项就是新功能与更新 这个选项必须要打开 然后下面第二个选项是推荐与优惠 如果你想要看到一些App推荐的话 也可以把它打开 那这样子设定就完成了 再来第二个要介绍也是非常方便的功能 就是现在你的App手动更新 可以一次更新全部的App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过去 我们在手动更新App的时候 都要一个一个点进去 那现在就有一个全部更新的按钮 那在哪里看呢 首先我们一样在App Store里面点击我们的头像 然后我们往下滑呢 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可用更新项目下方 有一个蓝色的全部更新的按钮 点下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一次更新你全部的App 那如果你今天人刚好在外面的话呢 他就会跳出一个视窗 问你要不要使用行动数据 还是稍后使用WiFi下载 再下一个我们要提到的 也是很实用的功能 就是现在备忘录 提醒事项还有信箱 都可以使用扫描文字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备忘录里面 要怎样使用扫描文字的功能 我们现在呢先新增一个文件 然后大家看到右下角有一个相机的按钮 在这里然后我们点下去 接着呢大家看到这边有个选项 叫做扫描文字点它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相机的画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画面拉大 就是这边有个横轴有没有 我们把它往上滑呢 这个相机就会变大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找一些文字来扫描 就是我现在想要扫这些文字呢 我就对准这个文字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上面有一个 黄色的框框对不对 就是当它黄色框框跳到哪里的时候 它就会截取哪边的文字 所以如果你今天发现它对的地方 不是你要的地方的话 你就点一下你想要扫的地方 例如说左边这里 它就跳过来了 或者是下面这里 那确认完之后呢 我们就按一下下面蓝色的插入 它这样子就跑进来了 那一样呢 在提醒事项里面 也可以用扫描文字的功能 我们现在呢先进到提醒事项 然后我们新增一个提醒事项 接着在右边呢 你也会看到这边有一个相机 有没有 我们点这个相机 然后里面呢 最右边就是这个扫描文字的选项 点下去 一样就会出现这个相机的视窗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点选 你要扫描的地方 然后一样按插入 这样就可以咯 然后最后呢 就是在你编写电子邮件的时候 一样也可以使用这个扫描文字的功能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 我正在新增一个邮件有没有 然后我在打字的这个画面 那这个时候要怎样叫出扫描文字的这个选项呢 首先我们按一下这个键盘 右上角的这个箭头 然后就会多出很多选项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看到这边有一个文字 然后框框 点下去 然后就会出现扫描文字的视窗咯 那除了扫描文字之外呢 其实在上一页这边呢 有很多选项是非常实用的 像是最右边这边这个选项呢 是插入文件 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用的扫描文字嘛 然后这个呢 是扫描文件 这三个选项可能很多人会搞混 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插入档案就是今天你的档案已经是电子档了 然后你要把它加到这个email里面 那扫描文字的话呢 扫出来就纯粹只是文字 那第三个扫描文件的话呢 就是今天你的文件是真实的纸本 然后你想要把它扫进你的手机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个扫描文件的功能 而且iPhone的扫描跟照相是不一样的 扫描它会经过特别处理 让它看起来很像是扫描出来的文件 那就比较不像照片这样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怎样在iPhone上面扫描文件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影片 再来现在我们要讲到呢 就是现在你的iCloud钥匙圈可以加上备注咯 就是现在大家看画面上面 平常你在登录的时候 他都会问你要不要记录你的账号密码 对不对 那现在你就可以帮他们加上一些备注了 因为过去我们真的累积太多账号密码了 有的时候同一个网站 我们可能有好几组账号密码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备注就非常的实用咯 那要怎样帮他加备注呢 首先我们点开设定 然后下面我们去找到有一个选项 叫做密码 在这里 接着你就会看到这边有所有 你过去有储存过的账号密码 现在我们随便选一个 例如说这个 这边看到下面呢 就有一个加入复注的选项 我们就点这个 这边你就可以帮他加上一些 你觉得会比较好找的字眼 例如说我现在写苹果妹好了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接着我们回到上一页这个密码的画面 之后呢 如果你要找回这一组账号密码的话 你就在最上面的搜寻栏位 我们打入我们刚才的关键字 这样子就会出现我刚才设定复注的 那一组账号密码咯 接下来下一个我们要来讲一下寻找最新的Widget 你可以把这个Widget加到你的桌面上面 那这个寻找里面有哪一些内容呢 就是过去如果你曾经有把你的物品啊 不管是AirTag 或者是你的AirPods 甚至是联络人 有一些你的亲朋好友 你可以随时追踪他们在哪里 都可以在寻找里面看得到 当然前提就是你要先经过对方的同意嘛 那追踪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Widget加到我们的桌面上面 以并我们随时查看他们在哪些地方 首先呢我们长按桌面 然后进入抖动模式之后呢 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往下滑去找到寻找这个App 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大家看到第一个选项是联络人嘛 那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有在追踪你的联络人的话呢 他就会马上出现在这个画面上面 那我们往左滑 往左滑呢就是比较大的联络人的Widget 然后再往左滑 就会是物品 就是可能是AirTag或者是你的AirPods 然后最左边的话呢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物品的Widget 所以就看你今天有在追踪哪一些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你的桌面上 比如说我今天在画面上面这个 就是我的钥匙的AirTag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Widget加到我的桌面上 按下面的加入小工具 然后呢我也可以在桌面上面滑动它 来调整它的位置 调整完毕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就可以咯 那以后呢 我就可以直接在桌面上面看到 我正在追踪的物品 它们现在在哪些地方咯 在下个呢 我们来讲到iOS 5.4 你可以把你的数位疫苗施打证明 加到你的iPhone钱包里面咯 过去呢 如果你要出入特定的场所 或是出国之类的话呢 你都必须要随身携带实体的小黄卡 现在呢 如果你有上网申请这个数位疫苗施打证明的话呢 你就可以随时把它带在身边 不怕把它弄丢咯 那如果你还没有申请这个数位证明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部影片 有教大家怎样申请哦 非常的简单 那申请完毕之后呢 你就会取得一个PDF档 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QR Code 现在呢 你只要拿着你已经更新到iOS 15.4的iPhone呢 打开相机 然后对准这个QR Code 例如现在大家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个样子 我就是拿着相机对准这个QR Code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黄色的按钮跑出来 上面写着 COVID-19疫苗接种 我们点击这个黄色的按钮 然后呢 它就会跑出这个 加入钱包跟健康的画面 然后呢 我们就按一下下面的蓝色的 加入钱包与健康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加入完成了 然后下一个画面呢 它会停在这个健康里面的疫苗记录 然后我们可以按一下这个蓝色的 在钱包中显示 然后上面呢 它就会写说你已经打了第几季 然后你的最后一季 是在什么日期打的 然后最重要的呢 就是下面这个QR Code的部分 今天你要进出特定场合啊 有些人可能会检查你的疫苗记录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QR Code给对方扫 那平常如果想要把这个钱包叫出来 不管今天有没有锁定画面 你只要按两下侧边的按钮 就是右边的这个按钮两下很快 它就跑出这个Apple Pay的画面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把疫苗卡叫出来的话呢 大家看到下面有一堆卡片 对不对 我们就按这一堆卡片 然后这个时候疫苗卡就会跑出来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这个疫苗卡 它就会跑出这个QR Code了 那为什么要把它加入钱包呢 因为你的疫苗接种记录 其实最后形成的是一个PDF档 那今天你要在手机啊 或是电脑上面要马上把它找出来 其实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 那如果你今天把它加到iPhone钱包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很快的取得你的疫苗卡啰 再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iPhone 13 Pro系列才有的功能 就是放大镜的特写功能 今天不管你在任何场合呢 突然需要用到放大镜 都可以在iPhone上面找到放大镜这个App 像是画面上面右边的放大镜 放大镜打开之后大家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如果你今天觉得你要看的东西比较远啊 或是比较小你想要把它放大 就做一个特写的效果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一下最右边的相机 点下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特写 特写它就是会比较清楚的放大一些比较细部的细节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画面上面没有这个相机的按钮的话呢 就按一下左下角的设定 接着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相机是在下面的其他控制项目 就是它的左边是有绿色的加号有没有 你就把它加到上面来 跑到上面来之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你就会在你的画面上面看到相机这个选项了 那今天呢你放大到一个你很满意的状况之后呢 你就按一下中间的这个圆圆的按钮 它就会把它固定起来 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对它来做出一些比较细部的修改 例如说你今天希望它的颜色比较亮啊 或是比较暗啊 或者你想要调整它的对比度呢 都可以在这边选择 例如说你今天要调整它的亮度 你就可以进来选 然后选完之后记得要再按一次这个按钮 例如这边亮度是这个太阳对不对 我就再按一次这个太阳 它就会缩回去了 然后第二个选项呢是对比 我把它点开 然后我去调整它的对比 调整完之后呢 再按一次这个对比的图像 它就会缩回去了 这样子呢就非常清楚的看到 你想要看到的东西就还蛮方便的 那最后呢一定要提到的就是 iOS 15.4里面最新的口罩解锁Face ID啰 那使用了几天过后呢 其实有非常多人跟我反应 有不能使用的状况 像是你有戴着安全帽啊 或者是你有戴着蓝光眼镜 都会出现问题 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呢 就是有人跟我讲说 它的iPhone叫它不要盯着镜头看 就是它叫它往下看 所以当你不能解锁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iPhone上面有哪一些指示 还有一些人有反应就是 戴安全帽的部分 就是当你今天额头啊 或是眉毛有被遮住的时候 可能就会解锁失败 另外一个呢就是最新的口罩解锁里面 其实是可以新增 戴着眼镜这个选项的 就是在你的设定里面 然后我们去找到Face ID与密码 然后大家看到中间的口罩Face ID 下面有一个加入戴眼镜的绒帽 点下去 然后上面会写说 就是每一副佩戴眼镜 你都可以帮它设定一个Face ID 然后它不支援就是太阳眼镜的辨识 然后我们按继续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去扫 你戴着眼镜的样子 那要特别注意呢 就是有人跟我讲说 如果你今天的眼镜是蓝光眼镜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设定了 就是会设定失败 然后也要必须要提到Face ID 它是一个会学习的功能 如果你现在觉得使用起来卡卡了 你可能使用一阵子之后就会比较顺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10个iPhone 15.4的小技巧 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 或者是你觉得使用起来有哪一些卡卡的地方 或者是口罩解锁有遇到困难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Bingo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